车向弄一辆机车呼啸而过 这骑士就是在钱贵大火 厘难的员工林子诚 当时他就像这16年来一样 骑车正赶着去上班 8点前林子诚到了林森 钱贵后方的员工停车场 他把铁链拉开骑上停车区 接着消失在镜头前 但没想到这竟是林子诚的 最后身影 大火致敬一周了 林子诚用来代步的摩托车 还停在停车场 只是车还在 车主却已经葬身火海 留下刚满周岁的孩子 永远等不到爸爸回来 林子诚在钱贵服务了16年 董事长练台生在火灾三天后 总算到灵堂慰问家属 29号下午 他从这辆黑色乡行车下来 走进会馆 带着执行长特助督导等人 浩浩荡荡 走到林子诚的排位前上香致意 练台生表情凝重 结果香向死者鞠躬 接着一行人进入小房间 林子诚的遗孀 拉了张板凳坐下 直接跟练台生面对面 双方一谈 就是半小时 大火致敬已经一周了 钱贵也陆续派人 向罹难者家属来慰问 先是火灾当天 每个家属都收到了 10万元慰问金 两天之后 翁信经理再给了 5万元的电仪 29号当天 先是执行长连福财 每个家属都发了10万元 董事长练台生 更是直接给出了 百万支票 不过目前都还没有谈到 和解阶段 致电钱贵执行长 截稿前电话没接 钱贵恶火 夺走六条人命 罹难员工林子诚 即将举办 头期跟告别式 家属只希望 能拿到应有赔偿 毕竟 林子诚骤然离世 妻子等不到丈夫回家 孩子也才刚满周岁 少了一家支柱 未来的路 母子俩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走 记者谢妖珍 姚家鼎 郑小玄 陈玉璇 新北市报道